嗨 各位 現在就是洗完頭之後的狀態 就是這樣的 但洗完頭之後再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看頭髮 之前是脫得更嚴重一點 但因為現在短了 所以沒什麼好脫 好像正常的落髮量 我要等這堆啡色完全沒有了 之後我才可以 穿在頭髮上做手腳 做手腳 染碎痛 好啦 還是先化妝見大家 現在就是 吹完頭了 是整堆草 因為真的沒辦法 因為裡面弄這麼短 是爛了的 但是 外面這一層 就很長 現在就要來 去做頭 其實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吹頭的速度又快了 我覺得是清爽了 這個短髮的感覺 然後我就問髮型師 那短髮應該怎麼去做呢 他說用直髮夾 他說這個頭 其實呢 頸這個位是要向外面才好看的 就不要做一般 向進去 因為向進去那個就比較普通 其實夾順滑它 因為現在頭髮 有一點點凌亂 眨眼好像夾了 沒有夾 沒有分別 但是 整個頭出來的效果 應該都是 有差的 為何這麼吵 在外面 為何 沒有 但是真的很難做 十年都要長頭髮 不知道短髮應該怎麼夾 所以其實都是熟能生厚 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這裡呢 就要有一點點泡泡的 這樣 這樣出來 但其實我髮型師 它是幫我吹的 它不是夾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吹的時候 吹不出它那個感覺 所以我還是習慣用 直髮夾 有夾和沒有夾 差很軟 我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 但後面呢 是沒有粉絲做得那麼漂亮的 我真的做不到 其實髮型師那時候 她的意思是 想做一個比較時尚 Stylish 一點點的感覺 但是 我看回那些衣服 其實 好像 跟這個頭 有點不太配 所以我覺得在選衣服方面 也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頭穿白色衣服 是不好看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願意放衣服給大家看 我覺得 真的賴口 但因為Hoodie的關係 通常秋天 我就喜歡穿Hoodie 我覺得是否那個領要開一點點 位置太高 所以 這件衣服一定要 要露多一點頸的位置 但我沒有啊 現在 是時候買衣服了 給我直口買衣服 好煩 這件衣服是真心煩的 你在想什麼 正在錄 如果摘起來就沒問題 我覺得突然間很入體 對 我也覺得入體了很多 我的樣子 超入體 現在換了黑色 黑色是比較好看的 就是比較 型格 但這個其實也是Bolish 剛剛我以為不成 但後來發現原來是 露不露頸的問題 因為這個領子比較開 我覺得是否長途髮適合我 好像是 那其實是 我覺得最懷念是你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我下來了差不多大戀 好懷念啊 我要薄髮啊 剪完的當日 我是覺得 挺新鮮 不差 算了我再黑色 再穿這件了 所以我在想 廚房這件衣服 不應該也是找一塊布 再遮開它 所有都是靠遮 現在 因為現在拍到的這個位置 好像很凶 那這個位置 我會找一塊布 遮蓋著它 我覺得遮蓋著 不好 遮蓋著其實是不想遮蓋的 還有我覺得是顏色的問題 因為它是白色 和這裡的 個人嘴背音 好煩啊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一直都還沒拍到room tour的原因 各位 我這間屋 還沒搞定到 剛剛有收到一堆快遞 然後就要來開箱 那就是我要佈置我這個 飯桌的這個位置 好可愛啊 但我要先開箱 開箱才吃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買一些用來貼牆的 就是買了一堆這些超級文青的 紙書 這些是要不買的 但如果大家是有些 可能放了十幾二十年沒看的書 然後紙是變黃了的話 就可以好好充分地利用 那之前呢我還買了這些夾 那這些就是在Daiso買的 然後還有這些 它其實是本身裡面可以用來放照的 它這樣夾著 就買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你看它真的整本書寄給我 很厚 然後還買了這個 一張紙 但看到實物之後 我覺得它顏色太白 而且它比我想像中太大張 所以我一定不會買重的東西 因為我通常就是用Blue Tag去黏的 我要確保它可以用 它可以用 然後還買了這些 是什麼來的呢 一些畫框 比較antic 一點點的 復古 哇 但它又比我想像中小 其實我買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轉洞 所以我一定不會買重的東西 因為我通常就是用Blue Tag去黏的 所以我要確保它可以用Blue Tag去黏上牆 所以我買了三個 我還在考慮裡面放一些 什麼復古的照片 可能買一些夢羅麗莎回來 如果有的話 你自己畫好一點 之前我去Daiso買的這些 然後你看這樣 它也超美 例如夢羅麗莎那些人的樣子 好像很害怕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恐怖 所以我就盡量不想有夢羅麗莎 因為它是 這樣的話 夢羅麗莎那些人笑 長生呢 暫時只買了這些 然後我買了一些東西 是放在餐桌上面的 登登 杯箭 超好看 實物真的超好看 我一直都覺得杯箭是一個 多餘的東西 但自從我追求了這個 吃東西的時候 又有儀式感的時候 開始我就覺得 這些小小的花紋 就可以足以令整個 氣氛改變 平時去一些 咖啡店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你會看到 為什麼人家這間咖啡這麼漂亮呢 然後我就在研究 他們走復古風的時候 他們都會加很多花紋進去 哇 馬上有不同的感覺 跟它就這樣的時候 有 還有沒有 真的很遠 一萬萬四塊 而且它2500一塊我覺得很划 我本身以為這個會最漂亮 但我現在覺得實物是這個最漂亮 四個都很漂亮啊 真的很喜歡這些水花 環境其實燈光是很重要的 燈光可以是 自然光 或者是你開一些 燈 或者是蠟燭 之前我去餐廳 或者去一些wine bar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什麼整個餐廳的環境 氣氛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他們 都用到蠟燭 然後我還是去Dyson買這些蠟燭 回來 是無色無味 然後小小的 可以很改善到整個環境的氣氛 那我覺得既然有這些蠟燭 就需要有一個很好的器皿去裝 本身呢 我就這樣用玻璃杯 但是我覺得 好像都可以再升一個level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竹台 我看照片就覺得好像很漂亮 我覺得實物比我想像中更漂亮 哇 多少錢啊 不貴啊 萬幾而已 哇 它很光亮 超漂亮 馬上又比較 我真的覺得這個做什麼 不是說這個不漂亮 只是這個太漂亮 而且很適合我家 但其實它的口很大 你可以放大一點的蠟燭就可以了 但其實我不單買了一個 不是買兩個 因為我上網看到別人買了不同尺寸 然後我覺得放在一起很漂亮 哇 哇 好漂亮 神經病 我現在馬上碰給大家看 哇 好有感覺啊 喝酒的樣子 好划算啊 我都買得好划算啊 你是不是想買 一定在我家 你來我家吧 你來我家看 OK 然後呢 誠上題 因為我覺得這邊好像很空洋洋 如果我要在這個位置VLOG的時候 可能這個門有一點外眼 它的顏色 我覺得跟我這個 吃飯桌的環境有點不太配襯 所以決定買一塊布 我覺得真的 所有東西都是遮 無論是我穿衣服的風格 或者我全屋的設計 都是用遮來做重點 究竟這個實物會符合我的預期呢 超漂亮 真的 它是正在我在網上看到的顏色 好像OK 我現在的妝給大家看 我連這個都買得回來了 而且我特地買黑色 用這些深縮棒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不會用 但其實真的要扭到鏡場 然後呢 這樣 去頂住它 就一定不會鬆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不錯 不可以單看 它們是否合不合 要是看它們的東西是否合不合 成功 我覺得現在 我用的東西好像有背景 好啊 那現在呢 剩下就要搞定這個位 究竟這個位可以怎樣 這個就是我之前買的太陽燈燈 這個應該會光 因為它是有感應器 它一暗就會自己光 它又關掉了 糟 光了 哇 哇 這塊布很漂亮 哇 而且它很合小綠 布巡幕前就是這樣 這些都是 隨便貼在這裡 現在就打算 再貼這些 紙 還有這些 框上去 我們現在將它們吃 蓋飯 超漂亮的 很喜歡的Style 我這個短頭髮很不習慣 我這個短頭髮 大家習慣了嗎 可能大家已經習慣了 我做個Style 現在就去了 雷丹素 看看 有沒有一些 東西可以塞進剛才那個 框裡 我買多了一張飯糕的 Style Starry Night Style Starry Night 我想說 現在超冷 今天的體感溫度是9度 然後剛才在外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 不應該剪短頭髮 因為 頸子沒有東西包著 超冷 原來短髮是 這麼冷的 隔了10年 第一次體驗 那些男生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不戴頸巾的呢 我不明白 好 剛剛在Daiso 就買了這個 梵糕的畫作 回來 然後呢 剛剛去 AK 打算看看有沒有一些 文青的去買 結果 真的被我找到 它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貼紙來的 但是超級美 你看 我覺得很適合 好奇啊 這些全部都是 意大利啊 歐洲那些 風格 哇 好美啊 哇 其實之前 總之經過這些地方 我都很沒事 怎麼會有人買這些 結果自己也買了 我剛才呢 在出門前 已經弄了這一堆 我有點怕它會不會摸 掉 然後會掉到那些蠟燭 你們 好嗎 然後就是這樣 用Bluetec去像 所有東西都是Bluetec YES 這樣就不會被摸 哈哈哈 搞定 我覺得現在這裡真的超級像Cafe 肥好美啊 好 然後有到我們的開會時間 我看到有些留言 都在問我們 我們開什麼會 或者我們會談什麼 什麼都會說 而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 影片的主題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是拍Vlog為主 而最近的影片 其實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Vlog 但我覺得在裡面 都可以分開兩個部分 就是有主題的Vlog 和沒有主題的Vlog 什麼叫做沒有主題的Vlog 就是我的日常 超級無聊 但是 但是其實我也很喜歡看別人的日常 因為我會很好奇 別人的生活是怎樣 大家同樣都要24小時 究竟大家 平時會做什麼 吃什麼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拍 很幸運大家喜歡看我的日常 然後另外 就是非日常的Vlog 就是比較有主題性的 就是 譬如之前我去離太遠 我會買一些Vintage的碟 那些 或者是中秋節的時候會做什麼 因為中秋節不是日常 所以就把它撥去為有主題 那日常Vlog的話 其實就是普通 繼續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 就比較 真的 我發生什麼 就會拍出來的 但是 有主題的影片 就通常都會 那裡好像有隻紫珠 是不是 這裡 你看到那裡看了一點 我真的 經常都會看到這些 而有主題的影片 那我現在都會跟Gina討論 就是 看一下 拍些什麼的話題 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一來 就是我覺得大家喜歡看Vlog 多一點 二來就是我覺得在Vlog裡面 可以更加清楚記錄到 我所發生的事情 可能不是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 不小心拍了下來 然後就可以給大家看 我覺得好像不是 完全是我想呈現那一面 中間會發現到一些 以前沒有見過的我的面貓 大家明明有說什麼 這個名字 我一直很care 等一下我要 弄走 為什麼他很阻礙你 是不是有一隻東西 是不是有一隻東西 是啊 打死他 哦 他那些很噁心的 那些蟲 很多腳那些 你幫我剪掉他 SIT 我好害怕 但是我又不可以用殺龍水 因為殺龍水的話 他會 掉下來 對我怕 就是在韓國 有一種蟲 是很多腳的 好像不攻的 但是 你沒見過 GPLA一定有的 你小心 夠不夠 OK 夠的 還要練習 啊 Fuck 啊 救命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叻女 從來自己殺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到我毒瘤 但是我想那些毒瘤是真的 逼出來的 我不殺 叫你幫我殺 你不會啊 你這樣很軟啊 不 這隻都好一點蟑螂 我真的很害怕 加哥被殺蟲水 如果在家裡見到他 就代表你會發達 類似有這樣的說法 富家家裡出現 在窮的家裡是不會見到他的 所以就被譽為是 即是淺的蟲 是的 可不可以說笑嗎 唉 我剛才以為是蟑螂 PLA就是類似村屋的概念 村屋一定會有很多蟲 那PLA也是會 我本來之前已經有這個覺悟了 好嗎 所以我OK 我經常都會這樣看 你很大條 你怎麼算害怕 就是喊 喊 現在又殺蟲水還可 但我以前沒有殺蟲水的時候 我真的用拖鞋去打 但是 打算這樣 他死了 但一拿開他沒有死 他就走走走走走 很快 然後我就 從此之後就是 那個秘訣就是 我要很害怕 你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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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看 至此真的會用厚紙 廚房紙這樣 拿起他 然後衝出去 譬如好像剛剛這個蟲蟲事件 如果 我不是這樣 一直拍VLOG的話 就不會記錄到這個畫面 而我覺得這些畫面 是難銀可貴的 還有很多事情 可能只是發生一次而已 所以 慢慢開始會喜歡 用這些 比較長的VLOG 去記錄一切 所以大致上 片段的走向就是這樣 當然 偶爾也會有一些 真是很主題的 主題片 那我們再開會 好 剛剛Gina就走了 然後我現在就 非常之 努力地剪片 現在剪片 現在剪片 就是頻道會員的片 其實頻道會員 我就已經開了幾個月 但是 之前就 都沒有放過片 上去的 多數都是出一些 然後跟大家 又交流 但是 因為 最近的 拍片方式 又改善了 剛剛也有說過 是 拍長的VLOG 所以 其實 一天裡面 實在拍下太多 東西 而有很多片 真的沒有辦法 可以放出來 給大家看 還有大家可能 未必有興趣 所以 很多就剪了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多部分 是跟不到大家的分享 是覺得很可惜的 所以 我現在就決定 將這些 算是絕密片段 如果是平時的話 就一定會剪掉 但是 我猜可能 小蜜蜂門 應該都會很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看到 平時的絕密片段 或者一些網口花絮 我非常之私人的東西 譬如是什麼呢 我覺得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就是之前中午節的時候 我的朋友不是在家裡打火鍋的 然後我們 聊天的 一些畫面 但是 我沒有剪到 在中午節VLOG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些片段 問一些有心 例如你下拖這麼久 你的週末 你一定會做什麼 去哪裡 一般人 一般是誰 說是要去哪裡 因為做法不是肺炎 所以 我去哪裡 去不到哪裡 所以很多時候 可能是 去吃東西之後 結束 或者去到家 結束 沒錯 大家浴脂後事如何的話 請加入頻道會員 好了 現在要 剪掉它 好了拍了一天 我已經開始習慣了這個短頭髮了 我猜我應該會 維持一個多兩個星期 然後就會薄髮 我們下條短髮VLOG 在裡面再見 Bye 之下 S余 ケー 倭 谢谢大家